哈利波特大隊人馬 星期一在紐約首映再度聚首 妙麗艾瑪華森難得農莊現身 但怎麼越看越像剛當媽媽的貝嫂維多利亞 我想是覺得這很激烈 很興奮和不同的 我也很喜歡 不只外表像貝嫂 艾瑪前天抵達紐約機場時 也有貝嫂高譜可拍的一面 眼上完全沒笑容 也沒離粉絲快閃走人 還好首映會上有補回來 不往波特里追他十年 韓妙麗同一天到紐約的榮恩 則是當親善大使 從一出關就簽名簽到上車 大家是幾成一團 不過最聰明的應該是演馬分的湯姆費頓 因為正當媒體都把焦點放在三位主角身上時 他前一天就先當披薩外送小弟 罰在首映會場外苦等的粉絲餵飽飽 不只有面子連版面都賺到了 這招真的很高招 一點說讓意義真理不得 沒禮拜 恭喜… 因為 news